MN 你用一個香港市民的看法去講一下 你今次看到中大要求這個校友 如何去檢討校董會改革這個事情呢? OK 其實這個時間是差不多一個禮拜頭的時間 其中一件事 教授也跟我說過有關 現在中大那邊有一個發給舊身的電郵 電郵說什麼呢?電郵說會成立一個小組 而這個小組的工作就是要檢討 公中大的校董會的結構 或者它現在包括這個 如何去改革這個校董會的 但是它就發了email來 就有一份問卷 一份問卷去調查 那這份問卷的內容認真 有床有參與都不要緊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份問卷裏面要求所提供的所謂的意見呢 每一行每一欄呢 基本上是要利用文字形式去表達 就是這樣說 我一跳就跳到最後一句 來總結 請用少於一百 不多於一千字 去表達你怎樣去 你對這個中大校董會的改革的意見 我想問一下 如果一份問卷要你所表達的 任何意見都是要用文字去表達的話 我想想一下一件事就是 當你收了一萬多千份的問卷的時候 你怎樣將這些資料有效地去整合 有效地去統計呢 是要記住每一欄 每一欄是怎樣呢 阿娜娜不如你給我一個screenshare 我看到 等一下 其實這個很特別 他一萬多張問卷用個case study的方法去做 做死他 用survey的方法 我打趣地說 然後呢 最後呢 他又說 我收了幾十萬份意見 跟著呢 沒有一個是同意 等一下我講講那個魔鬼細節在哪裡 大家看到這個呢 因為這份問卷在網上 就經過那個email 甚至乎某些報章 他都已經刊登了這份問卷的連結 一個完全不需要lock in 不需要證明你的身份的 不過你要找個名字 告訴你你是否是校友 好了 這個其中一頁 total只有三頁而已 真正問卷 OK 因為之前那些填寫個人資料那些不值 好了 那份文件怎麼樣呢 第一項 現在的校董 校監 校董呢 校長Weiss 現有席位是一席 2016年建議的席位是一席 跟著呢 立法會議員建議席位是一席 跟著 那個叫做這個席位的推算方式 避著 你的意見 完 他想怎樣呢 他想你填什麼下去呢 是整份問卷都是這樣的形式 那個你的意見 他有沒有字數限制的 沒有 什麼看 不是說限制一千字之內嗎 這個是整份文件最後一項 明白 這個是整份文件最後一項 其實就以本身那個問卷的設計模式 都非常之奇怪了 那 而且 而且 你這樣搞的話 你到底是怎樣統計呢 還有 你竟然一份問卷 你沒有做一些 尤其是authentication去避免 有重複提意見 將自己的意見提幾次的人 那其實呢 是一個故意做到 還是一個疏忽呢 我會用忽悠 嗯 只是忽悠大眾 我做了 我收集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過呢 我收集回來的意見 就 對於 各位議員的提議 是no comment 首先這樣說 他沒有一難 告訴你 聽一聽 我同意這個議員的建議 沒有 OK 嗯 就是意味著 如果你對這個 立法會的建議 是同意的話呢 可能呢 你的意見為止呢 你就每一行呢 就打三個字 我同意下去 我非常同意 我極度同意 我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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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這份問卷 我想我會從他的設計意圖 我是不會把 dream 立法會議的 這個民意圖 也會ude 對天族 但是你用的 一定要按照 雖然 這金證的 中國 drops 他每一欄都被人有機會反對 而沒有一個整體的答覆 他沒有反對 你的意見 其實一想到他都不想你說 其實他根本不介意 人們會不斷把同一個意見不斷鋪上去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可以預見到 我們就放場想看他這個問卷的最後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覺得我很有興趣他用什麼技術可以將這些這麼人性化的答案 consoled 作為一些有效的統計資料 可能要開一科新的學科都不懂 可能要用一些AI 但如果那個sample size太小 AI都沒有用 而且那個learning model又沒有 因為未有一個learning model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 你說什麼都可以 這裏我可以看到另一件事就是 中達的形象問題 作為一個大學 而為大學本身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校董會 最高的決策機構 而設計出來的問卷 在這個問卷本身的technicality 即技術上的東西 可以說他非常創新 創新到我們不知道後面 他有什麼方法做 要不可以說完全失敗一個設計 這個 亦都是拿出來公眾地讓大家去做 其實這個亦都反映中達自己本身的形象 我只是指出就是 大學其實維持自己的形象 使到這個大學在本地社會 即香港和國際社會上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影響了千千萬萬的畢業生 所以就連為了一件這樣的重要事件 所出的問卷這樣的質素 其實是值得質疑的 到底為什麼作為一件這樣的事會做成這樣 所以剛才剛才提到 可能後面的用心 如果真是我們 猜到他的用心是這樣 用小人之心猜到他的用心 我們其實對他是失望的 或者我分享多一點 其實那個問卷裡面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那個內容在哪裡出來的呢?本身 其實這個是立法會的文件來的 那這份文件有沒有記錯呢? 是1月10幾號的會議先 我雙數查一下先 因為因應回 對不起 應該是12月幾號 12月16號的文件來的 那這份文件裡面的內容 當然我們不會在這裡讀完這份文件 我們主要看回 他剛才在中大那個委員會 特別的task force裡面 所提及的內容 其實去到最後 這個立法會文件已經很清晰 他說了 給了建議裡面 應該有什麼建議 所以所有東西 根本就是他搬自過子 把整份立法會文件所建議的東西 搬了上網 然後就給人留言 嚴格上來說 我形容是一個極度不禮貌的做法 嗯 就是你想怎樣 我想知道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的其中一個最高學府 你這樣做的 簡直是明文不禮 其實同樣的態度 由去年開學 中大開學 其實都已經看得到 中大的管理層 他是在抱持著什麼態度 是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 都是剛才那個方向 希望大家去支持廣傳 嗯 或者我們說到七七八八了 阿葉老師你有沒有補充 沒有啦 我們可以轉來下一個話題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